朱婷逆转局势非奢望!要战胜艾格努,这两队已经给了最好参考!2019年9月4日 文美场苏 北京时间4月11日凌晨3点30分分,欧冠女排半决赛将继续展开第二回合较量,朱婷领衔的瓦吉福银行将客场挑战意大利联赛诺瓦拉女排,首回合惨败给对手的瓦吉福银行必须在常规比赛中3比0,或者3比1取胜, 赛才能把比赛拖入金菊决胜,并在金菊决胜的比赛中击败对手才能晋级本年度欧冠女排决赛,其难度可想而知有多大! 虽然难度很大,但是瓦吉福银行要想逆转也并非没有可能,实际上在近10年的欧冠女排比赛中首回合大比分失利,第二回合实现逆转的比赛也不少。 本赛季四分之一决赛科内利亚诺就是主场0比3负于伊萨奇巴西女排,但是他们第二回合客场3比1击败对手把比赛拖入金菊决胜,并最终在金菊决胜中战胜伊萨奇巴西晋级四强的。 上个赛季诺瓦拉女排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也是客场,赢球主场输球被加拉塔塞雷逆转击败无援四强的。 从过去的比赛来看,瓦吉福银行不见得就没有翻盘的机会。 瓦吉福银行要想翻盘首先要做好自己,如果以上一场比赛的状态去征战客场,那他们时有八九在吃败战。 上一场比赛瓦吉福银行全体队员都不在状态,他们若是能拿出秘转莫斯科迪纳摩女排的状态来,客场击败诺瓦拉女排并非奢望,只要斯洛特耶斯状态回涌,朱婷不要陷入孤军奋战之中,罗宾逊不要一分未得,复工的拦网再给力一点。 瓦吉福银行的实力还是很强大的,至少和诺瓦拉女排是可以抗衡的。 再看看诺瓦拉女排,实际上市场一场比赛诺瓦拉女排除了艾格努其他队员的表现也不好,复工和二传的配合也是漏洞摆出。 皮奇尼尼的进攻实力也很有限,二传卡里尼的传球和奥兹八一一样的不稳定,他们的实力虽然很强大,但绝不是不可战胜的。 今天凌晨他们在一甲四分之一决赛中,赋予佛罗伦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,瓦吉福银行球员应该对自己要有信心,当然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,相信朱婷会带领球员实现大逆转的。